德国豪华汽车品牌奥迪旗下的奥迪SPORT部门专门打造高端性能产品 一直以来奥迪SPORT部门出品的车款都会搭配奥迪最先进的科技 其中一项当然就是这个德国车厂相当自豪的Quattro四轮传动技术 然而前段时间奥迪SPORT在社群媒体上释出了一部短片 揭露了即将推出的全新R8将会有后轮驱动的车型 也成为奥迪SPORT旗下首款舍弃Quattro这项技术的车系 从目前掌握的消息来看 现阶段还无法得知R8是否会维持使用5.2升自然吸气V10引擎 或是转向使用气缸数较少的涡轮增压引擎 R8会有一个入门车型 其动力单元将会使用来自RS5的2.9升双涡轮V6引擎 但是还不确定舍弃Quattro而采用后轮驱动的 是否就是这款入门等级R8 不过即使是入门车型 这具2.9升V6引擎依旧具有450匹马力600牛米的输出实力 考虑到这是一部新引擎 或许奥迪SPORT还会将其动力调校的更加强悍 虽然目前关于新一代R8的信息并不多 但是车迷们马上就会在法兰克福车展当中 能够一睹奥迪这款超跑新作